大家好 今天我為你補充一下未來拉斯戰爭的天爺 其實這場戰爺無論前閘開不開火 一樣會開始 但發生時間會有依存 至於誰會贏 我就不知了 阿美拉斯會來到銀龍契利 開國家對外擴張 德斯拉要國家強大 就要進行對外擴張 拿到大物質量星雲這個地方 又拿到少物質量星雲 他的野生肯定不會這樣遠 是穿越後被堆臨後 這個憤腸是記者會說是加美拉斯要開槍的 事實上是你這傢伙搞出來的 首次接觸海星人就直接開戰 如果這個憤腸去參選地球聯邦的總統 他絕對會拿這個黑材料攻擊 出雲計劃被大和計劃取代後 參與出雲計劃的士兵就認為大和計劃殺人不可能定低 就在16集裡的北美拉斯發動部 又被鎮壓 大家有沒有一個問題 大和號回到地球 地球想發展新的宇宙戰艦 但哪裡來的另一顆波動核心呢 我跟大家說 第16集的波動核心就是一個答案 地球有一個波動核心 不怕大和號沒有核心啟動人機 保護不到地球 又可以著行葉向工程 瘋狂複製波動核心和波動引擎 哈哈哈哈 抗軍 在地球加美拉斯戰術爆發前後 加美拉斯這個國家自身已經出現問題 大和啟航那段時期 已經有好多加美拉斯人開始罷工抗議 為了維持政權穩定 特斯拉就派了基姆萊這條屁 去處理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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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都不是根源上解決問題 不管3721就捉 沒有關係又捉 德梅爾的老婆就是一個受害者 那些捉人的加美拉斯警察 和蓋世泰寶沒有分別 起場戰爭裡大把人不幸 阿美口味吧 啤蘿蔔 今天說到這裏 加大能力之戰爭 我沒有深層做 正是差距我無話可說 我就說加美拉斯戰爭 或者是地球方面的戰鬥機 下次再見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